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鸽子附鸡蛋 看这两个鸡蛋有没有受精 我从家里面把那个手电筒都拿过来 自从下完那两个蛋之后 本来是下了三个衰烂一个 今天又去堆窝具了 又去堆窝具了 我那兄弟说 下九个蛋之后他自己就附了 不要问他 他一直不会在窝里面的 他都吓得乱七八糟的 要么摔碎 刚好铁牛在这边嘛 铁牛 铁牛铲的蛋在这里 我给他拿出来了 我说有两个鸡蛋 让他腹一下 他朋友说有瞎搞 没看完手电脑还可以啊 又坏了 这次买了一个好的 之前的那个 这个鸡蛋不行啊 喝四五天了耶 一点血丝都没有 没有血丝 毙的了 我一看这上面像沉淀一样的 这个气室那么大 就就给那个鸽子鸽蛋一样的 有问题了 其实不要担心 哦这个是没用了 血丝散开了 其实不要担心铁牛 给他受热均不均匀的事 人家附的可好了 我来摸过好几次了 摸过好几次 就是摸一下他这个蛋受热均匀 就给附鸽蛋一样的 附的很暖的 铁牛够小的了吧 他都能把这个鸡蛋给附好 要是让杏鸽来附这个鸡蛋的话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鸽子蛋 对比一下 两个悬殊还是有点大 等于说是鸽子蛋的一倍了 没关系的 我们就看一下那个鸡铲蛋 有没有铲啊 那两个蛋铲得早了 放都放的又一个多月了 他就是付出来的话 也是有情可原的 都放一个多月了 那两个蛋 看不到 那走这边看 从来没堆过窝 今天又去堆窝去了 感觉到有点差异啊 没有没有蛋 没有蛋啊 等他们再产了蛋吧 这边我也放了个草窝 我就生怕它乱产蛋 摔破 等他们再产蛋 我们再用家里面的性格来付 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我那兄弟过来帮我发鸽子的时候啊 跑过来 说你这个鸡怎么都养得像翻毛鸡一样呢 这个母的毛都扎起来 说你这个养得不行啊 我也没问他 我也没问他 他们吃的也很好的啊 都是吃着那个啊 幼鸽梁 有的朋友要是看到这个幼鸽梁又该问了 有没有连接 这个是我本地买的 还没喂他们呢 来吃吧 这是圆环 圆环两个母 供的给我那兄弟送过去了嘛 两个母也产蛋的 我给它放了个草窝进去 产的蛋让我拿出去了 因为那个都是五斤的 两个母配的 吃吧 这个就是小黑啊 家里面的小黑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